台北市交通局长陈学台与新北市交通局长钟明石 亲自拍摄影片宣导安全驾驶观念 台北市交通局与新北市交通局首度攜手合作 订定7月至8月为双北市机车安全月 首支影片以7机车提升防御驾驶观念为主题 预计8月上架的第二支影片 则是以避开大型车视觉死角及内轮差为主题 向市民宣导正确安全的驾驶行为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 应记得提早打方向灯 注意后方来车 停车开门要小心 先看后照镜确定无来车 望一望再开启车门 安全驾驶平安回家 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局 这次双北之间能够针对机车的安全提升 大家攜手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而且获得台北市热烈的回响 有这样的一个抽奖 跟大家在安全的生活秩序中 能够找到出更好的一个行车的方式 这个是我想双北都非常乐见 那我们也会共同的分享相关的资源 那共同的为机车事故的减少减量来做努力 那我们在这里除了愿意把这个 所有的这些机车的这个教育训练场 提供出来给大家使用之外 那更重要的不管是在勤务的配合 那在这个交通管理策略行销的一个力道上 我想我们都可以攜手来做 那也非常谢谢台北市啊 这个长期以来在学校 在这个大专院校高中这些努力 那有一些很好的这个方法跟制度 我想新北市这边会同步的来进行推动 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 这个能够对机车族安全能有所提升 那当然很更重要是我们要呼吁这个其他的驾驶朋友 不管是大型车拨车公车小客车的驾驶人 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注意您周遭的环境 那注意机车行车的安全 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混流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 那对于这个防卫性驾驶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 就在于注意别人的安全能够有所提纳 那我想这样子能够相互之间的注意呢 可以减少伤亡的发生 那我想谢谢新北交通局这边来邀请台北市交通局 来共同主办 一起来共同办理这个机车安全业的这个活动 那今年呢 在过去来看我们一些统计数字 大概从9月开始呢 双北的这个机车事故啊 事已在往上攀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7到8月 这两个月的共同办这个活动啊 能够来加深各种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组也好 对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观念 那我们透过很多就包括互相合作的宣导 那还有执法啊等等的一些来共同合作 希望这个呃 以前是各做各的啊 我们希望现在是一加一大于二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 结合影片宣导 双北市交通局还推出抽大奖活动 只要上台北交通大家谈或新北交通组脸书 观看影片并回答完整问题 即可参加抽奖活动 双北交通局期望借由合作办理双北市机车安全月 让更多市民响应 提升防御驾驶观念 以及自身安全的保护仪式 记者临时会台北报导 确定无来者 忘记